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经常参加法会 人数都很多 十万众多少众 是不是每一个法会一定会成功呢 有的人说我这个超度的花了几十万了 这个办法会我们去 但是最后我一关他父亲 还在地狱里 他这个怨恨 我说你不要怨恨 你没有好好看佛经 为什么佛在《涅槃经》中告诉我们 到此末法时期歇师说法如恒河沙众 什么意思 你找了像恒河里沙子那么多的法师 结果每一个是正修的 如恒河沙众 找了恒河里多少沙子 数不过来 所以你做了无数场法会 可能都没找到一个真正实修实证的 能够打通阴阳界的这么一个法师 所以他打不开六道之门 请不出六道众生 请不到四圣圣众 菩萨 声闻 圆觉 阿罗汉 佛 他都请不来 怎么能够庄严道场 怎么能够把法会成功呢 所以当然你就没有把自己的亲人救出去 那么我们为什么每次做法会都十分的殊胜 十分的成功 就是因为我带出了一百多个学生 都练成了身外身 我们每次办法会的时候 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阵仗是十分殊胜 除了我们的这些有身外身的学生们 护持道场之外 还有请来的使法界众生一体 在同一个时间空间中 彼此握手言和 不再追究相呼所欠 所以我们每次法会做的都是十分殊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